我们今天就要开车回陕西了 昨天收拾了一下行李 收拾完都夜里12点以后了 今天早晨再给鱼缸换点薪水 我们就出发了 现在洗点水果 等一下带在车上吃 感觉出汤远门还挺折腾的 刚才收拾了好多东西 大包小包的 那肯定呀 不容易 水果洗好了 我们现在出发 来加油着买点玻璃水 我们现在就往河北开 出发了 开了一会儿 我们现在到豆店了 等会儿就要进入河北了 其实从去年夏天回北京之后 这一年时间 我们都没开车出过北京 也不知道现在需要什么手续 等一会儿能不能顺利出去 好担心 我们对象车道是进京的车 已经堵了很长很长了 可能要检查 我们现在进入保定高贝店了 这路况比较好 路比较宽车少 大伟现在又开始偷懒了 他又开始用那个辅助驾驶功能了 手脚都不管了 精神点儿自己 精神点儿 开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大伟说有点迷糊 果果也在后面待不住了 正想下去歇会儿 我们现在到满城服务区了 下去先休息会儿 这个服务区还蛮大的 说明这个车出完店 我们车还有200多多店 本来还可以再跑会儿 但是大伟说困得不行了 他得在这睡一会儿 昨天晚上太激动了 出发前没睡好 这次出远门行李比较多 所以我们没拿那个睡眠床垫 就把椅子调低 凑合躺会儿得了 果果 你爸爸已经睡着了 还打火呢 大伟终于睡醒了 我们刚刚充了100公里的电 现在把电补足了 继续出发 我们现在导航到太原 今天晚上准备在太原休息住宿 刚刚一路开到河北来 他现在没有任何的卡口跟检查站 一路畅通无比 我们今天没走那个金港澳高速 导航上看那个路段 有好多地方在修路 所以我们今天走的是 金坤高速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 开新能源电车跑长途 以前跑长途都是开的油车 其实感觉还是挺方便的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加油站 还有服务区都有配套的充电桩 现在也不是那种春运的那种忘记 不用排队 感觉还是挺方便 对 刚才我们去充的时候 直接一个吃都没有 但是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续航焦虑 因为有的时候两个服务区 中间离了八九十公里特别远 所以不敢把电池的电榨干 就剩120 150的时候就要去充 万一要不离下一个服务区特别远 然后中风没电了 就把咱们撂在路上了 就有点担心了是吧 虽说大部分的地方都配套充电桩 但是我们还是怕个别的小服务区 小加油站万一没有的话 这不就是麻烦了吗 刚刚开了将近两个小时 大伟说有点腰酸背痛 我跟果果在车里有点坐不住了 现在来服务区充点电 顺便来数点一下 我动一下四肢 现在这个太阳下去了特别的凉爽 可能是山里海拔高一点的缘故吧 咱们现在在孟县服务区 看看我们身后这个充电站没有车 刚刚出了个笑话 大伟说我读错了 这不是孟县是鱼县 把这字看错了 这边充电桩就我们一个车 现在不是五一跟十一那个出行高峰 还是挺方便的 看什么呢 我看看咱们那个还有多少度电了 剩余电量还有1722度呢 我们买的这个车 每年免费送3000度电 但是得特定的充电桩才行 在北京的话 像我们办公室 还有家附近都有 在高速上跑着 好像那个充电桩都不是免费的 刚才路过这两个都是花钱充的 还剩1000多度电 估计今年在北京上下班开够了